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總統大選的選後爭議 果然就真是好戲在後頭 當有些案件開始進入到法律訴訟階段的時候 陸續就有更多疑似選舉舞弊行為的證據出台 特朗普的法律團隊在今天接受霍士新聞訪問的時候提及到 說目前已經確認到有多達45萬張的可疑選票 分佈在五個搖擺州那裡 究竟這件事能否扭轉得到整個大選的結果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根據特朗普的法律團隊介紹所說 就說這至少45萬張的可疑選票 全數是分佈在五個搖擺州那裡 分別是賓州 喬治亞州 阿里桑那州 密歇根州 和威斯康星州 這些選票究竟有什麼可疑呢 其實今屆的大選除了會產生新一屆的美國總統和副總統之外 在部分的州 他們的參議員席位 也是需要進行改選的 至於眾議院 就更加是所有席位都要重新選 一般的選民去投票 除了會在特朗普和拜登 以及其他小黨的候選人當中 選選其中一個出來以外 一般都會投入參議院 即是如果有改選的話 那個州 以及就是眾議院的選票 特朗普的法律團隊就察覺得到 最少有45萬張票 他們就清一色 全部就只是在 總統候選人那裡 投選了拜登 畫了上去 但是在參眾兩院那裡 竟然是沒有投票的 這個就相當可疑了 如果你說這班是民主黨支持者 他照計除了投拜登之外 他還會分身投入參眾兩院的民主黨候選人 如果你說那是共和黨的支持者 不過他就不妥特朗普 比如說喬治布殊那一類 你除了說總統投拜登之外 沒理由連參眾兩院的票也不投 就算你說是一個中立的游離選民也好 都甚少說有這一種操作 頭到就好像天一半地一半 不是說完全沒有這一種人 但是來講 在過往那麼多屆的選舉當中 都是甚少 而且目前確認得到的 就是45萬張票 如果通過了人手重新計票 可能會有更多的發現 也未定 其實這個現象也可以解釋得到 為什麼在部分搖擺州那裡 拜登的總統得票就是會 會領先特朗普的那麼多 但是在參眾兩院 就由共和黨勝出 這個奇怪現象就可以解釋得到 當然有些拜登的支持者 或者有些也叫人fact check的評論員 或者是學者就可以質疑 實際上過往那麼多屆都有這種人 總統就投一個黨 參眾兩院就投另一個黨 就可以發揮得到 互相制衡和監察的作用 問題就是 現在這一堆選票 只是投了總統的票 而沒有投到參眾兩院的票 這個是不是奇怪 所以就一定要法院去查一查 究竟這些票是真還是假 究竟這四十五萬票 那個分佈是怎樣 賓夕法尼亞州九萬八千張 喬治亞州九萬張 亞利桑那州四萬二千張 密歇根州六萬九千至十一萬五千張 威斯康星州六萬兩千張 實情在部分搖擺州 這些奇怪選票 已經超越了目前拜登領先特朗普的勝負距 所以是不是要在司法尋求一個真相呢 我是支持的 其實大家都不需要支持哪一個候選人 或者什麼 現在都不是在說那個問題 而是大家要尋求一個 公平公正公開的 民主選舉制度 要捍衛這個核心價值 哪一個贏哪一個輸 到最後其實大家都會服 如果是建基於一個公平選舉的話 當然這四十五萬張選票 只不過是其中一個發言 特朗普的法律團隊已經找了很多很多的證據 將會提交給法院來定奪 難怪特朗普連續兩天 都去到維珍尼亞州那處 打哥爾夫球 他就相當氣定神閒 不知道是不是他一早 就已經是預備得到 有這種法律爭議的情況 而且也是部署好了 我希望就是這樣 是不是 好了 接著再講講 特朗普的長子在Twitter上提到 即使有七千萬被激怒的共和黨支持者 他們走上街頭抗議 但是沒有一座城市被中火 其實他說這一番的話 無疑就是在諷刺 那個Black Lives Matter席捲全國的示威活動 最後就演變成為搶掠 打劫等等的行為 其實特朗普的支持者來講 即使他們是持槍 有武裝來上街示威也好 其實來講是文明的 沒有發生任何事干 為什麼他們要持槍呢 不是說要開槍 只不過他們就想捍衛在自己住的那個州 管有槍械的權利 因為民主黨方面 其實一直都很想推動 在中部某些州是剝奪這個權利的 另外 我們又看到有些慶祝拜登當選 那些人士 就走上街頭去慶祝 又對於特朗普是學賭彩 諸如此類的東西 其實這班傢伙也是自打嘴巴的 為什麼呢 大家記不記得在大選之前 特朗普就馬不停泰地出席很多個州的 選舉的造勢活動 當時那些燈粉 就批評特朗普說他罔顧民眾的健康 又說他在這個造勢大會當中沒有戴口罩 或者是沒有 保持著一個安全的社交距離等等 但是現在在選後 當那些主流媒體意圖來去造王 造成一個既定事實 宣布拜登當選以後 那這班燈粉走上街頭慶祝 豈不是一嬌養 那這些算不算是雙重標準 搬龍門 或者叫做 有口說人就沒有口說自己 當初就罵到特朗普的狗 又說他那些防疫抗疫政策是有問題 那現在那些燈粉走上街頭又在做什麼呢 我不是說要盲撐或者死撐特朗普 事實上我也認為特朗普在防疫抗疫政策方面 是有一個相當大的改進空間 問題就是 究竟這一壇這樣的武廢大流行 那個恥作勇者是不是特朗普呢 而且大家觀察一下 在歐洲很多個國家 他們現在又封城 又說要消禁 在葡萄牙方面 美國起碼就沒有做到這些事 經濟開始在穩步復甦當中 是不是 大家看到 過去這兩三個月以來的經濟數據 是有目共睹的 這些是沒有辦法抹殺特朗普的功勞的 好了 但是那些人就借著這件事來不斷攻擊他 那就沒辦法了 好了 至於 特朗普的支持者 繼續在各州 都發起了 上街示威的活動 比如說在賓州首府哈里斯堡的時候 就有上萬名的特朗普支持者 舉行了一場停止涉國的集會 他們就揮舞著美國國旗 高唱美國國歌 以及高喊著 God bless America 即是主要美國的口號 可見 這一班除了是非常熱愛美國的人之外 亦都是相當虔誠的基督徒 好了 接著就轉看另一些消息 這壹事其實都挺詭異 就是關於美國的輝瑞藥廠 他們就宣佈了 說成功研發得到這個武肺的疫苗 在第三階段的試驗當中 就有效阻止得到九成的感染 實情這次的試驗 就有超過四萬三千五百人是參加了 其中就只有九十四人是受到感染的 那麼這個疫苗究竟是怎樣來操作的呢 其實就要打兩劑 兩次的注射就要相隔三個星期 而在接受第二劑疫苗之後七天 就會開始對於武肺病毒有免疫力 這個消息當然對於全球來說 都是一個相當的鼓舞和振奮的消息 即是說 終於對抗武肺的疫情 大家都是看到的曙光 所以難怪杜瓊斯指數是升了過千點 而且 整個的景象就好像欣欣向榮 因為大家就會預視得到 全球的經濟就很可能會在年半至兩年之內 全面這樣去復甦 當然是開心 好了 現在就是要看看 輝瑞藥廠宣佈這個消息的時間點 其實都挺詭異的 因為在大選結束之後才宣佈 而且 就在美國的主流媒體 集體來說 拜登將會當選下一屆的 美國總統之後才宣佈 那究竟為何要選擇在這個時刻呢 是不是 是不是給人一種感覺 背後是不是有一種勢力 好像想夾手夾腳 要剷除特朗普 如果這個消息是在大選之前公佈的話 特朗普的選情很可能就是會打了一個強心針下去 其實我們又可以看看 在第二次的總統大選辯論當中 特朗普曾經說過 距離成功研發疫苗 只是差幾個星期的時間 當時很多的左翼份子 是不是 那些左媒 甚至乎是那些燈粉 就猛地批評特朗普在這裏撒謊 又說他講的那些是毫無根據 又說未經核實 沒有fact check 喂 現在事實上他講的東西是沒有錯 距離上一次的總統候選人那個辯論的時候 剛剛是差兩三個星期 現在就真的研發得出來了 我想請問這班人會不會向特朗普道歉 會不會還他一個公道呢 當然就不會了 說完之後又當作沒有一回事 所以其實對於特朗普真的相當不公平 現在在這個時刻 才公佈這個疫苗成功研發的消息 特朗普 都有在Facebook上轉載 但是Facebook就真的很有問題 其實特朗普目前來說 他仍然是美國總統 他是經過了2016年那屆總統大選的民意授權 他這一屆的任期都仍然是未結束 而且下一屆究竟哪一個是當選 仍然是需要在法院作出了所有的終極裁決之後 才是得到一個最終的答案 但是Facebook就已經 急不及待地來到去 租資特朗普了 特朗普就說 現在的股市就很強勁 升得很厲害 疫苗就未來 而且有九成的有效率 真是一宗好的消息 這宗其實根本上是沒有提及過關於選舉的問題 但是 Facebook竟然很噁心 就在特朗普這一側的貼文下面 寫了一句說話 就說Joe Biden 已經是 預計會當選成為下一屆的美國總統 你寫這句說話下去 究竟是為甚麼呢 你是不是想進一步來 製造一種既定事實 和一種固有的印象給民眾 就說拜登是他的 是他做的 連麥西哥的總統 和斯洛文尼亞的總統 他們都不認同你這種說法 你起碼等到所有的官司完結了以後 等到法院有了一個正式的裁決之後 上訴的過程都完結了以後 你才能作出這個判斷 是不是 所以這屆特朗普 沒有辦法 他面對著的不僅是民主黨 而且還有幾乎九成的主流媒體都是針對他的 而且那些社交平台也是針對他封殺他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仍然在普選票上 幾乎拿到一半的票 我覺得他就認真是很厲害了 而且到底拜登那些票 有多少是由死人頭給他的 有多少是亂藍發的選票寄給他的 是不是有多少是因為那些 點票軟件出錯而計錯數給他的 是不是要找這個 司法機構來查查他 在司法機構查到一個水落石出的結果之前 其實這些社交平台 有什麼資格代為宣佈 說哪一個是下一屆的總統 這些完全就是 越左代跑的行為 你是超出了自己的 應有的管轄範圍 是不是 那麼作為一個社交平台 無論是Facebook也好 Twitter也好 都很應該處於一個超然中立的位置 因為你不只是服務那些燈粉 你還有很多Trump粉 那個感受你都是要顧及的 而且特朗普現在都還在那個總統任期之內 你怎麼能夠這樣來去租質他 經常把他那些東西屏蔽 一時又說他說那些東西是未經查證 難道這就是美國的核心價值的體驗和彰顯 真是令人擔憂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